做志愿者是在棉族的一个祈福镇中心小学做英文老师 我觉得人们在经过这种症候 经过这种灾难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坚强 也看不到他们脸上有任何的眼泪 因为经历过这种大灾大烂的人 才会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 李宇欺26岁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 大家晚上好 各位在座的老板 邵刚老师 周老师晚上好 我叫李宇欺 今年26岁 来自四川 那么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非常有幸也参加了志愿者的一个救援的一个行动 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美学代理研究生 在这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跟德语和英文相关的翻译 或者是外贸商贸之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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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年工作的 你现在在职硕士 对 所以你 你当时08年去汶川做志愿者的时候 还是在上大学 对 去的是北川 我去了北川 北川汶川 棉竹 都江燕 英秀 你做志愿者具体做什么 我志愿者的时候是在棉竹市祈福镇中心小学做了一个月的英文老师 做英文老师 对 所以你在整个那段时间做志愿者在灾区待了一个月 待了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所以有这么一段经历 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段经历 与其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改变是什么 在汶川地震一个救援的过程中看到了就是说相当于在这种大灾害的一个背后的话 人们的一种关爱 尤其是看到了很多受灾的人确实很难过 确实很难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加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你是学什么的当时 我是学德语 不好意思 本科学的是德语 对 专业就是德语 对 德语很好吗 到什么程度 德语能够做一些很翻译都没有问题 家勇德语不错吧 我在德国待过六年 可以说 刘家勇你的哪国语言比较好啊 哈语 外语 那个应该说英语德语然后西班牙语这个数字 好来交流一下用德语 Good Abend Good Abend 我叫李仁 李仁 我叫李仁 我和他的英文名称 所以我最喜歡的工作 我一直在做一些語言 和外國的商業 我可以了 可以了 怎麼聊的 還不錯吧 不錯不錯 作為一個本科學了四年德語 你去過德國沒有 我沒有去過德國 還不錯吧 我從來沒有去過德國的 來 莊仁廷我們試一下英語 嗨 John 所以你剛才說過他在英文 還是我的英語比他好一點 但是 莊仁廷說得挺好的 莊仁廷說得挺整齊的吧 而且他的英文比德文好 哎呀 不錯了 人小夥子 謝謝 10年畢業 英語 德語 都能夠熟練掌握 非常好 所以 去幹嘛去了 所以當時是老公司 然後派到了老挝 那公司那公司是幹嘛的 水電行業 水電行業 對 水電行業 派到了老挝 對 哇 那真是一個 戰亂平仁的國家呀 對 對 對 可能大家的印象說老挝是 或者是跟柬埔寨越南 是很相似的 就是說很多戰亂的地方 其實那個時候確實也是 我想表達的 我說戰亂很平仁 然後你說 很多人都是這麼理解的 其實也是 通過這樣的轉折 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我想說 就是說這些國家 可能印象中 跟大家想的也有一些 就差不多吧 德國在表達方式 中文不如這個 對 對 對 你知道中文 你知道中文 但是的意思是什麼嗎 對 但是就是表達一些轉折 如果你要是不想轉折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關聯詞 叫其實 OK OK 好 謝謝你 去了老挝 對 那你的任務是 我的任務主要是 會談的一個翻譯 還有一個整個項目的一個 所有的一些翻譯 那你遇到過 有看到過 遇到就是你在 我明白 你是學 外語學的有點缺陷 什麼現在 什麼叫遇到 我沒有說你 請問你被掃射過 我沒這麼問吧 對 什麼叫遇到 就是發生的時候 你在場的時候就叫遇到 對 發生的時候 在場 有手榴彈在身邊 不是很遠的地方爆炸過 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當時覺得很刺激 當時已經腦袋一變空白 所以就想跑 好 那為什麼辭職了 就是因為項目 沒有辦法做下去 就想回來 就先回國休養一下 這個時候就 這個時候就真的 發自內心的體會到 和平是多麼的美好 對 是吧 對 太好了 然後又去幹嘛去了 咱干了一年 這就到一年了 對 然後就到了北京 北京 然後做了一家 這個生態安全 一個組織的 一個總幹事秘書 NTO 是NTO嗎 是NTO NTO 去一個NTO組織 對 做總幹事的秘書 對 這不也挺好的嗎 那總幹事是外國人 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 經常出差 經常出差 出國 你也主要是翻譯啊 對 溝通協調啊 對 對 這不挺好的嗎 但是其實當時 跟我說的是一個外語的一個秘書 但是後來其實發現他對我的一個工作和他的私人生活分的不是很開 就比如說 稍等 嗯 那是個男的女的 是為男士 是為五十五十六五十七了應該 男的 對 那工作和生活分的不是很開還能躲不開啊 就比如說有一次我記得是我們從意大利回緬甸的時候那個飛機上因為那天剛坐完同船特別累 但是這位先生他就這位老先生他就可能是也是身體不太好腰特別疼或者怎麼樣 就是那是第一次他要求我幫他按摩 按摩 在飛機上 對 大概是半個小時 所以你給他做了個全身態勢 嗯 對 然後 那我覺得這不是大問題 說因為這個就辭職了 理由就是说 理由 不能再跟你按下去了 對 理由也是 就是说可能是自己的職業發展跟這個公司這個給我的職位的一個要求 這是職業的事了 就是今年年後的事情 年後的事 對 那今天要找一個什麼 能夠使用英語 對 或者德語 對 的企業的什麼玩 呃 可能是翻譯或者是呃一些有這相關的職位 除了語言 除了語言啊 咱們現在不說語言 嗯 除了語言之外 嗯 你的長項是什麼 于全 我 我覺得我的長項就是語言了 那好 那我再問你一下 嗯 比如說 嗯 你看那個外國人 OK 那個外國人 呃 你除了會說英語和中文之外 還會說 我 英文和中文 你太讓我失望了 其實也讓我自己有點失望啊 就 對吧 你說你中文說的這麼好 就說明你語言天賦很好 你為什麼这些年就那麼糟蹋自己 就不去 不學習 不上進 這個真的是受效了啊 就是這個 我確實 我希望過幾年 你再問我這個問題 我能夠說 對你說你年紀輕輕 對自己就不能夠要求再嚴格一些嘛 我 我老婆是湖南人 這個湖南話也能聽一些 你說一句湖南話 你考察一下 湖南話 尼克朗尼 求反的嗎 吃過了 你這普通話 你不成話 你這 我就不是 你聽懂了嗎 他人家 他人家 只負責聽 不負責說 你看啊 尤其你自己要說 OK 我現在手邊有一個人叫小莊 小莊是一個美國人 所以他的英文很好 而且他能說流利的中文 那麼和他相比 你的優勢是什麼 假設 小莊和你年齡一樣 OK 那首先當然顯而見的優勢是 小莊他只能說英文 我有多一項德語 這是語言的優勢 那之後呢 是因為 咱們就不說德語這事 好嗎 那 那我跟他的優勢相比呢 如果是在中國工作的話 那我是對中國的一個文化 還有一個中國的企業 包括中國的業務 是相比外國人來說 是要更加了解 還有一個就是 就我在国外的一個工作經驗的話 也會帶過一些 比如說一些多文化啊 或者在這種壓力面前的 一些工作能力 OK 我覺得這是我的優勢 就是你剛才說這個 小莊老師在問到說 你除了語言這個能力之外 有沒有別的能力 你說沒有 就是語言 然後我看你在簡歷當中 一句話總結自己 你說一直在突破 我想問一下 你想突破是什麼 來到這個節目 也算對自己一個突破了 突破什麼就來了 因為可能以前自己是比較膽小的 然後不是很外向 然後這是非常好 第一 第二 然後突破自己的話 可能說是一些工作壓力吧 就是說嘗試不同的工作的時候 不同的工作都會帶給你 不同的一些工作壓力 所以也會有一些突破 嗯哼 好第三 第三還是突破 其他就暫時 好的啦 在語言能力之外的考察上 這個小伙子有點不自在 但小伙子其實應該感謝老闆 給了他這樣的一個機會 因為只有這樣的話 才能讓他的價值更加的充足 讓老闆們給了更高的薪水 其實少剛是在幫他 他應該更放鬆一些 語言是工具放一邊了 嗯 你想進入的行業 你給我排個序 呃 行業類別 行業類別 還是因為之前自己 第一是工程 第一是工程 對可能說是做一些項目 做個項目啊 第二 教育行業吧 因為自己也是有教育 第三 文化 文化類 文化 教育也属於 其實也属於文化類 OK 好 那其實就這兩個 好的好的 好 12位先做一個初始判斷 好 第一一下 李宇欣 去或者留各位 選擇 戴客人 11位留下來 天生我有在 聽聽周老師的建議 周欣你好 宇欣你好 是这样 我剛聽你在講所有的過程 你沒有把自己的能力 體現出來 所以我希望你現在開始 有一點點自信度 我特別想激勵激勵你 充分地去表現你的能力 具體在某一件事情上 就可以了 好的 你說二十一能大點嗎 可以 對 你說你一小伙子 是不是啊 男的 行 對吧 有點那個小伙子的樣子 多大 二十六吧 才 對 你有帶一式嗎 沒有 啊 二十六歲小伙子 要特別有朝氣 行 結婚了嗎 沒有 有女朋友嗎 呃 也不算吧 因為 對 這個只是初步有個教育 在死之前 你的情感經歷一球二白 沒有 之前是有 之前是有女朋友 但是後來 對 你看你綻放出來的這個笑容 或者 是吧 或者是幸福 或者是悲苦 我不管 把這個狀態找著 好不好 好 現在是在聊自己的事 要有信心 謝謝 學習到的經歷 提升的能力為 一二三 來 那第一個能力的話 就是在 處理危機的一個能力 首先是 在老挝水電站 這個時候是一些 老挝工人 當時因為我們中方的一個 副 副工資的時候 他們不是很滿意 當時是另外一同事 沒能處理好 我去把這個事情 給 最后給處理好了 當 咱們就說這一件事啊 好 前面一個同事沒處理好 嗯 那乱了套了 對 是吧 對 你去了 怎麼就處理好 呃 當時去了之後 我首先找到他們當 他們那一群人當中比較有威望 威望的人 對 我去找他 跟他談了一下 讓他去安撫其他人 而不是我自己去跟其他人談 所以他當他安撫了其他人之後 可能說他 他為什麼要聽你的去安撫 我說呃 因為我們公司是一個大公司 而且不會說有任何的一個拖欠你公司公司行為 而且對這些工人我們都是有合約的 呃 我就用這樣的言語 就跟他 好 呃 還要加強你的歸納總結能力啊 來 因為翻譯的本身就是不停地介入這個商務環節嘛 你在這個商務環節中 你第一個就是你說我有處理危機的能力 那麼第二個在項目 其實管理項目的時候 還有一個就是項目管理能力 項目管理上有什麼提電的能力 好 呃 那也是說 比如說對一個項目的一些飽含 我們怎麼去談 我覺得你其實今天這個狀態 還是處在一個翻譯和語言的這麼一個 專業人士的一個狀態 雨晴我跟你是老鄉啊 我跟你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想把你拉回來 還是拉到 就是除了語言之外的 比如說你的同學 或者說你過往的工作狀態當中 比如說幹哪件事 跟語言沒關係 你特別嗨 你除了工作之外 什麼時候你特別興奮 狂野 唱歌的時候吧 我讓你興奮 我的天空多麼的清晰 透明的承諾是過去的空氣 不好意思 忘詞了就 就唱了就 你說你吧 特興奮的是你能唱一歌 然後我讓你隨便唱 不是我點的吧 是你自己說唱那個吧 然後你再忘詞呢 這個確實不好意思有點緊張 那你生活當中還有什麼能興奮嗎 我解釋一下 這個學德語學超過五年以上 因為德語的語法其實很約束人的 人就會變得很很規範化很嚴謹 整他這個狀態就沒有釋放出來 跟學語言沒有關係 難怪你德語不好 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想得其量自我克制 然後又跟人有距離感的那種 對 上方這也沒那麼不好的呀 沒那麼不好 比如說他學德語學了五年對吧 有點格外人的感覺 沐妍你太幼稚了 你經常愛用好和不好來評價一個性格 不是我就說 那哪有好呢 人家挺好的一小孩挺淡定的 你非得逼人家去顯露出激情狂野的一面 何必呢 我就是問問有沒有 通過我問這些問題再次證明了 他是個挺淡定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沒什麼不好的 他的這種好恰恰是沐妍沒有的 對對對對對 來賈君說一句話 請講 雨昕我一直覺得你整個的過程就仿佛在做一個同船 你問我一句我再想一下 就是整個是在同船狀態下 就是他 賈君你沒發現他真的是整個過程很嚴謹 對 所以我就在想在一年的同船狀態下 我覺得你積累了什麼樣的能力 對你未來找工作更有幫助 他又回來了 這是你要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 你放開了 狂野 好 通過這兩年的工作 我認為我學到了 通過兩年工作我學到了 因為我們長期做翻譯 所以一定要養成一個非常負責任 一個非常仔細細心的一個態度 責任 細心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跨文化的一個能力 三 四 應該也算在國外闖也需要勇敢和能夠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寂寞 對 好 十一位 去或者留 如果燈人而亮著 主動權就到了 李宇欣的手裡 選擇 四盞燈流了下來 謝謝 我給你的職位是一個教學助理 他是在我們集團的教育作業管理的部門 來 我給你提供的是海外市場專員助理 海外市場專員助理 因為你缺少外貿背景 你要去輪一下港 好 來 蘇法酒店 我給你的這個位置呢 是我們市場部的項目助理 來 黃威 一多國際 職位呢 是我們 叫 商業拓展 總監的助理 你大概心裡面的薪金期待值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八千 八千是稅後 那是一萬吧 對 最前差不多一萬 好的 現在 認真思考啊 走過去 關掉兩盞燈 再見 莊 再見 徐昭 謝謝 最後剩下的兩家職義多國際和福登集團 今天那個其實也有親友團 但是我一直都讓親友團發言 就是怕親友團 本來你就够亂的了吧 是吧 怕親友團出來更干擾你 是吧 這是 這是我舅舅和我的舅媽 來 讓我們歡迎一下 雨昕的舅舅和舅媽 今天表現得不好 今天 他平時是不是比這 你是不是和我一樣著急啊 太著急了我今天真是 是嗎 對 他平時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今天完全有點懵了 可能還是緊張的緣故 還是緊張的緣故 就是平時其實挺活潑的 是吧 挺活潑的 而且唱歌是個 特別在表現 你想給他加分的時候 在唱歌上表現一下 就唱成那個德行 真是 我都想上來踹了 你說我說他唱成這個德行 不虧的他吧 不虧不虧不虧 是吧 對 他在唱歌的時候 他在KTV是個歌霸 哦 都是歌霸 哦 來舅媽給托付托付 加油吧 你知道舅媽這個態度 意味著什麼呢嗎 嗯 三哥 五语了 三哥老师 都不想搭理你了 我想 這是他寫的 哦 您寫的 对 我幫你 大哥謝謝你啊 但是呢 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說句話 我別招你 好不好 我一招你吧 你又不高興 這個心意 特別好 你看字也寫得特別好 這個寫錯了 我不是這個剛 不好意思 那個什麼大哥 非常有特色的 本來您拿出這個呢 您看啊 您拜一首 唱歌我本來想 給他加分吧 結果他唱出那個德行 您呢 本來想給自己加分吧 結果你寫出那個德行 哎呀 谢谢 谢谢 不過少剛 他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不怪人孩子 这是咱家 一向都這樣 谢谢 谢谢 掌聲送给 雨昕的舅舅和舅妈 谢谢 谢谢 卡卡卡卡卡卡的 咱们现在两家 舅舅舅舅媽都給你打氣呢 好好的 好嗎 我現在不緊張了吧 不緊張 對嗎 來 兩家 福登集團和 一桌國氣 一桌國氣 談錢不上感情 談錢自己來 這是劉總 這是黃總 來 行 請問劉總這邊能給到薪金市 我們市場專員底薪是八千 因為是個銷售港 助理是六千 因為他先只能介入助理 他必須要培訓 除非你在 在這研究生階段 你迅速把外貿這個基本的這些 好的 好的 好 我給你的頂心是五千 五千 五千 加 加會有提成 啊 這個提成是根據我們項目的落實的情況 我們全員績效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 嗯 你為什麼那麼緊張呢 不是 因為談到錢的話會比較 以後有很多事都是要自己獨立去面對 對 有很多事情都是以前自己沒有嘗試過 沒有經歷過的 好不好 行 謝謝你 雨欣加油 啊 謝謝 認真思考 告訴我們你的選擇是福能集團 還是一多國際 還是選擇跟二位說 謝謝你們倆 再見 我選擇福能集團 定義成功的來志 將獲得單支集團提供的 單支集團